今天晚上新闻线报内幕最真相 欢迎上线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吕慧敏 最近这个金价屡屡创新高 前一阵子大跌的时候有人说 天哪可不可以进场 可是已经很高了 没有想到很多营楼业者都说 这些人不把跨过黄金的价格这么厉害 我们来看看台湾有什么样的一个黄金传奇 你知道吗金门九草当初在起建的时候 居然是用黄金金条给盖起来的 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另外最近有一条新闻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那就是达赖喇嘛所指定来台湾崇法的 这位这个仁波妾 他算是老格西等于是佛学博士 来到台湾传法的 他在最近原籍过世了 可是他在往生 就是藏传佛教对于死亡这个事情 好像都是不断的在准备 而他确实他在原籍的过程里面 有很多神秘不可解释之谜 科学很难去解释的怎么回事 我们稍后也要来揭秘 另一方面很多人关心说 哎馆长这个案件到底怎么回事呢 事实上你知道台湾曾经有一个帮派 就是透过健身房变成了坛口 而演变成了厦门帮吗 稍后告诉您 现在介绍今天宇会来宾 首先介绍是资讯媒体员王瑞德先生 贵民好大家好 江东伯先生 贵民观众朋友大家好 再来介绍是武术散打搏击协会的理事长张恩黄先生 观众好大家好 好再来介绍是台湾保镖学校的教官陈宏光 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来介绍是社会观察家贵民 贵民好大家好 好我们来看看 其实馆长这个人说树大招风 生意做大 尤其直播的时候又跨到各式各样不同的行业 难免呢就会有一些这个争议事件 那么他人这么红 其实一度呢 像汉造这样子里面 觉得说很难惹他吗 但是呢其实他这个健身房要插足台中的时候 曾经也引花一些纠纷 我们来看VCR 等了将近三个小时 一看到馆长现身就冲上前霸枪射击 他是年仅23岁的枪手刘成浩 案发后随即自首找律师 低纸头未发案一语 面对警方征讯也不愿配合 一连串过程似乎是造就设计好一般 反手法更让人怀疑 他是黑帮分子找来的执行者 道上更有传闻刘成浩被竹联帮吸收 有一说是因为馆长在台中新开的健身房 恐怕挡了八大行业的商业利益 枪杀案从三个月前就开始规划 幕后主使者花了500万元找枪手 找到没有帮派助记 又染毒缺钱 好控制的刘成浩帮忙办事 江湖传言更点出是竹联合堂的报复会 律师透露商贤似乎是透过朋友拿到电话 案发当天竟然打了上百通 找来名律师郭立金 他减审变三期 一审费用10万元起跳 午夜抢手拿来的钱 感谢各位的这个关心 因为我现在身体比较虚 所以谢谢大家 等我恢复好一点我再跟大家讲话 谢谢 这个整个时代的风潮真的是差很多 以前女生根本不流汗的 但是现在我们身边大概十个朋友里面 大概有六个就会去健身房 会去运动会去跑步 没错 那么以前有很多男生也不流汗的 因为有流汗的女生 所以男生也会跑去看就对 当然了现在流行健身 告诉各位 现在全台湾 那么大概预计 大概快接近600家的健身房 那这600家的健身房 还在不断的扩展当中 那这个商机以今年为例 因为今年刚好遇到前几个月 是这个武汉肺炎病毒 那但是今年预计 大概会有150亿上下 150亿上下 高的话可以到200亿 低的话大概130亿左右 这样子 那像这个馆长当时 因为就在这几天 他在台中的相关的 这个健身房要开幕 那当时他标下1.5亿 标下这个健身房 然后开始装潢的时候 他就说 经常看装潢设计师 经常看到那年轻人 穿那衣服 你外面走来走去 一件很多的 就不是一般的嘛 他就会打电话来 要问到底是怎么 什么意思 是不是很复杂等等 那依照馆长的个性 你用兄弟那头 要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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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所以呢 我一定开店 绝对开店 不开店就不叫馆长 不要用污渡来威胁 他一定用白道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一定用白道的力量 对吧 但是我用白道的力量 我绝对不会妥协 这是他的个性 那他这个地方 在台中的这个北屯区 从二路这个附近 占地大概有2000多平 那附近有很多的 八大行业 很多 还有KTV等等 那常常以前 也常常会有警方领检 还是PT小组 领检 干什么这些事情 这些地方 比较繁荣 台中比较繁荣的一个地方 那么除此之外 这个地方那么其实曾经发生过各个有名的红宝石大舞厅的卸斗案 那已经是2000年前公元2000年的事 20年前的事 我们现在2020这2000年前的事情 那么当时是因为经营权 同一间大楼 同一栋 有两间不一样的 这个特种行业 两边查了查去 后来也是擦枪走火 为什么呢 几百个人后来 他妈踢赌 他妈火拼 结果没想到 就因为擦身而过 我们常常台湾 发生火拼的事情 都是一个不小心 为什么呢 擦身而过 你碰到我 我K的力 这次是因为眼神不对 老大发现眼神不对 也不行 一個未成年的十五歲 眼神不對 看得不送你 打下去以後他還手 你知道嗎 他對方還手打老大 然後老大差一點那個扑街 你知道嗎 差一點跌倒 所以後來就噼里啪打了一塌糊塗了 各位不要小看這個 這很嚴重耶 不要小看這個眼神 你知道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三個人死亡十幾個人中傷 很嚴重耶 你知道嗎 那個通常黑道不小心 啪就打起來了 那因為打起來以後 失控 不知道你是誰 不知道我是誰 就亂打你知道嗎 最後那麼這也使一個 有一個這個後來的 這個相關的槍擊要犯的 他的外號在這個 這場大奮戰裡面呢 因為這樣形成 為什麼 有一個姓王的那時候未成年 然後呢 他身上被砍了二十幾刀 砍了二十幾刀以後 最後救活了 救活了以後呢 那麼道上的弟兄都說 哦 你皮這麼粗的就對了 董事了 幾十幾刀都 哇 你皮皮皮皮喔 各位 中部地區曾經 非常有名的槍擊要犯 王俊偉就是在這場裡面來的 你知道嗎 一戰成名就是在這個 所謂的這個地點 紅寶石五屏大蟹鬥 怎麼會大難 所以有時候就 就有時候就不知道該怎麼說 這個就是一個 好像歷史的一個巡迴就對了 那最後沒想到也因為這樣 闖出名號 好 我們來看 其實館長在做健身房生意的時候 雖然會被這個附近有人 他們在開工的時候 會被警告等等的 但這一次遭到槍擊的事件 一般認為可能還是跟他直播的利益 比較有關係 為什麼會有所謂的這個利益衝突 那就是要回歸到館長 他這個講話 其實他就是心直口快嘛 那又有一點好像有點那種 得理不勞人的那種個性 他光他要佔這個海鮮的 這個市占率的這一塊市場有沒有 他都不知道說 其實他自己在賺錢 他盡盡的賺就好 人家說的 你賺錢你常常賺 對不對 你別說不像你說的 我社會跟你去玩 你都玩玩 粉絲比人家好 你比人家大尾 社會中是像你一個人自己在走而已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 他這點的個性有沒有 所以是不是無形中就得罪到人 那人家就會覺得說 那反正你也都已經在直播 直播的平台上面 告訴所有的人都說 未來你就是要在直播海鮮 這一塊透明化 要讓所有的人都知道說 其他人賺的都是暴利 你就是已經在告訴人家說 你未來就是要搶佔海鮮市場的 這個市占率了嘛 那別人如果聽到的話 別人會作何感想 之前這種案例有沒有 其實就很多有這種故事發生過 之前在中部有一個海鮮大哥 他是在經營生鮮的這種 這就是走國外的生意就對了 也在做進出口 那時候在台北有沒有 在新竹的時候 新竹台北有一個角頭大哥 他都是兩邊跑來跑去 那時候他也是看到了這一塊商機 他就那時候跑去新北市 新北市有一個在經營就是 他是在經營白蝦 還有老虎蝦的一個 也是一個養殖業的大哥就對了 他就去跟他講說 他想要去簽線 想要去簽 因為他知道說 他馬來西亞有沒有 那邊有養殖場 他想要簽這條線 簽到大陸去 那但是這個養殖業的大哥 就跟他講說 他說你知不知道這條線 其實早就已經有人在做了 就是有一個中部的海鮮大哥 誰誰誰 你應該也知道 那既然有人在做了 那你是不是要去跟他 要去跟他拜會一下 對不對 你總不能說 你什麼都不用講 這個是一個美咖的問題 他這樣告訴了他 他就覺得說 心理是在人在做的 你怎麼可以說 你想要滾滾滾 其實有很多事情 不是他這樣子想的 而且他自己還有跟人家在混 他竟然連這點他都不知道 他可能是扣誓說 他四十幾歲年輕人又多 那反正這個海鮮大哥 已經累六十幾的快七十了 他錢這樣應該是沒差 這小花錢吧 就是因為他自認為這樣子 所以他就 這個養殖業的已經 就跟他這樣點了 他還聽不進去 他還跑出去東奔西跑 東奔西跑 一直去問就對了 最後人家都一直告訴他說 不能 我們已經有跟這個 誰誰誰有在配合了 你這樣子 我們可能沒辦法教你 那後來他就 還是一直在去問就對了 後來有一次 他就是跑去台中 也在談海鮮的生意 去海派喝酒 海派喝酒喝完以後 他開一台賓是S400 那時候就離開 好像是一點多的時候 就從一樓離開 然後要叫代價來幫他開車 正還沒有走到S400的門 門還沒有打開的時候 就有一台摩托車 兩個年輕人 就這樣騎過去 然後一個年輕人 從後面下車就直接過去 不知道是要對他的車子開槍 還是要對他的腳開槍 就剛好往他的大腿開了兩槍 一槍沒有打到 一槍打中大腿 結果後來 開完槍以後 就直接坐摩托車就走了 後來這個腳頭大哥 就直接去醫院了 後來他自己就會知道說 這個到底是誰動的手 他是不是因為 人家當初警告他的說 你是不是要去 跟這個海鮮大哥 討論一下頭 不然你是會惹來一些 他有報警嗎 不會 兄弟事情通常不會去報警 為什麼 因為他也不用去報警 他去醫院 醫院的那個急診室 就直接通報警察來了 現在大家都很愛運動 所以常常下了班之後 他有先去健身房 跑了一個小時 再去做其他的安排 現在的健身房 叫做生活動線之一 但是您知道嗎 過去的健身房 你如果沒注意 有時候是想要健身 健身房這會走到什麼路呢 居然變成了 廈門幫的發源堂口 走到幫派之路嗎 其實有人說廈門幫當時 在小南門開的這個健身房 可能是臺灣健身房的鼻祖 那首先講呢 一聽到廈門幫想當然爾 這是外省罷的幫派 因為當時呢 廈門的防衛司令 前廈門防衛司令 那蔣介石來臺灣之後呢 他和他的兒子就在小南門這邊 開了健身房 那個年代健身房很時髦啊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感覺是很洋派的玩意兒 在裡頭練一些重訓 練出六塊肌 臺灣的話是武術館 對 這個就比較洋派的 你講的沒錯 那再加上有個三角肌 年輕人去那邊趨之若霧 因為你練到這個汗草很好的時候 出去的時候 是可以奉行的 那很多的廈門的老鄉同鄉呢 或他們的小孩也都會去 所以就後來被稱之為廈門幫 不過當年的幫派 和現在的一些黑幫不太一樣 過去的幫派 可能通常都是因為 就是會為朋友出頭啊 為了義氣啊 所以他們那個幫派 不像說我們現在講的 好像都很恐怖 打打殺殺到也不是 好啦 可是廈門幫後來呢 漸漸有氣候之後呢 他們裡面有一個人 叫做安娜 這個安娜他年輕 他並不是一些廈門幫的老兄弟喔 他是新生代的 可是呢 他非常有智慧 所以他是屬於有手段的人 他最後當到了廈門幫的老大 可是有些老兄弟 對他就不是很福氣啊 所以那時候呢 就開始出現了一些風起雲湧的過程 話說呢 安娜呢 他的小弟有一次被台中三劍客打傷 觀眾朋友 怎麼會有台中三劍客 我解釋一下 這台中三劍客 別小看他喔 他其實背後的來頭 組成的這三個人 來頭都不小 其中有一個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廈門防衛司令的兒子 然後呢 還有一個呢 是四海幫的大哥 後來也做過老大 那這台中三劍客 當時他們之所以會在台中 就是因為他們打遍了各路的英雄好漢 所以就後來就有名聲了 叫台中三劍客 話就說 你這叉叉叉 那看樣子應該是熟人囉 認識的人放著槍嘛 後來就氣絕身亡在這位四海幫老大的懷中 他們不打不相識變成好朋友 他們一看到底是誰開了槍 結果後來啦 他們講開槍的人 既然就是廈門幫老大安娜的副手 綽號黑人 為什麼黑人要做這件事 你都副手了 將來可能老大會是你的 你幹嘛做這個事情呢 等不了了 有人就講 可能老兄弟指使的 因為還是覺得老大給安娜當他們心裡不服氣 但也有人講說 黑人可能就是等不了 好 可是我剛剛不是有講到說 他們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台中三劍客嗎 然後又有廈門幫的健身房嗎 你知道這三劍客裡頭的那位四海幫的這位 我說的老大 他多會打 會打到除了能夠打中台中 各路英雄好愛之外 那時候邵氏定來台灣宣傳 比方說江山美人啊 梁柱啊 你去看那個臨坡落地前面有一個人牆啊 誰就是我說的這位四海幫的老大 他非常會打喔 他的拳腳功夫硬實了得喔 然後拳衝人牆當保鏢 我們想到當年林坡來到台灣 那不要開玩笑囉 萬人空巷 對啊 不管男的不管女的 全部都要一堵他的風采 這時候來囉 我來當他的人牆對不對 那很多人都要進來啊 我要怎麼樣保護林坡 又不被人所攻擊 我們想請問一下我們三大協會的理事長 要怎麼做 比如說怎麼保護人 然後你在跟人家交手的時候啊 你們這個協會有沒有一些規則就是說 要怎麼打到恰到好處 不會一下子的紅隙 是這樣子 這個我們散打搏擊協會 遠踢進打貼身摔 這個遠踢進打貼身就摔 目前就是這個國際的這個泰拳比賽 還有像你們所知道的K1 這都是我們協會所派出去的 那另外就是這個我們 我們除了培訓國手之外呢 我們也有在一些這個國家 一些特種單位推廣 貢獻給國家 在陸軍特戰部隊 陸軍不必巡航體幹班 我們有派力這個師資 那貢獻給國家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也給民間很多這個 隨附保全公司 他們安排課程 針對任務性 任務屬性 那麼比方說我們訓練國手 就要很強的這個體能 對抗的訓練 還有心理各方面戰略戰術的一些訓練 所以不同單位你們的特色就不一樣 你們的暗黑招數就不一樣對不對 然後我們 我們有一些特戰單位的 我們可能另外還會教那個 類似像捕斧 反摩獸 這一類的或者是格鬥刀 可能就是用匕首 用匕首來做這個捕斧 用匕首來做這個近身 比如說在近身當中 你不能使用槍支 你就用匕首 我來解釋一下 所謂的捕斧對不對 在我們訓練裡面 特戰部隊裡面的捕斧摩哨就是 我只要我事先告訴你 我要來摩哨 摩哨就是說你戰衛兵 我事先告訴你 我還能靠近你 我只要靠近你身旁兩公尺之內 你沒有發現你就死了 我事先告訴你 然後但是我還要來摩哨 我們每個人都成功 因為不成功的話要關緊閉 所以我們也只好成功 你知道嗎 然後那你就知道 我事先告訴你 我都還可以在半夜的時候 你戰衛兵的時候 過來摩哨把你摸掉 那他們的訓練就是 讓你不會被人家摩哨 你自己本身又能夠補服 那理事長你可不可以直接告訴我們 有一招是最陰最毒 你們非不得已絕不使用的是什麼招數 這麼陰毒 一包就好 不用太多招 基本上不管是哪一招 黑招 白招 能夠撂倒人的招式就是好招 那麼你為了這個好招 你要花多少心血 你必須要有很多基礎的積累 比方說力量的訓練 這個體能的訓練 時間差 還有這個心理素質膽識 集合在一起 才能在關鍵的時候用出那一招 就是說你具備的這些技術 你要在相對的時間那一瞬間 比如說這一下我們是用軸去頂它的太陽穴 因為徒手 你要摸哨的時候 你比較好當然是有個格鬥刀 但是如果用不到刀的時候 不要用刀 要不然就是勒緊 勒緊把它勒暈 或者是呢 在對方發覺的瞬間 你可以用重拳 重腿瞬間讓它休克 好我們今天有一個MIB Man in Black來到現場 他要告訴我們他曾經出過一個很特殊的任務 就是黑道的事情 他們黑道會自己處理 像我們在運送這個貴重的這個 劣勢黃金貴重的物品 有一次我們從南部 就是一個很大的箱子裡面 我們不曉得是應該是很貴重 我們分了九部車 把三個東西分裝成三個 六個袋子 同樣的袋子 然後分成六部車 然後路線不一樣 一個走國一國二國三 然後走一個省道 這樣一路標到台北來 等於金正恩出巡的規模了 繽紛多路 那歹徒不知道是哪一輛 如果是一台車 如果是一條路線的話 是他的規模 但是我們分成三個路線 讓人家就是不曉得是 哪一條路線是真的 哪一台車的東西是真的 然後呢 我們就從南部上來 一直上來 然後就中間這個東西 比較敏感的就是說 這個東西又不能太招搖 然後呢就是有一台車 它開得很快 一直開開 我們一路上要往台北跑 一直跑一直跑 一直開一直開開 那一台車 已經騙掉我們既定的計劃了 然後馬上下轄樓道 很快的下轄樓道 我們嚇到 它是不是窩裡反了 是不是要把那個東西 要帶走了 所以黃金真的在那車上 對然後我們一直跟一直跟 然後呢有一個煞車 很長的煞車 剛好在那個加油站的正門口 然後我們兩台車就堵 然後就撞在一起 我們下車就把那個架子拉出來 壓在地上 然後我們壓在地上 他說老闆要上廁所 老闆要上廁所而已 因為我們做這種 應送這種貴重物品的 像我們保鏢的話 我們要的就是我們是計劃性的 不是隨機性的 就是我們的計劃就是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在這個保鏢來講 剛剛教官講的我們保鏢 要知道的很多的一些武術 武術要會 我們除了武術之外 你還要一般的反政策 反真孔 我們通常在行進的路線 大部分是用衛星電話 很少是用這個一般的這個 比較不容易被窃聽對不對 對 好我們看那個教官呢 他是正統的這個武術出身 以他的專業 然後回饋我們的軍方 我們的警方 但是我們的軍方跟警方 不是要抓黑道的嗎 居然有一個黑道厲害道 來當人家老師 事實上不要聽到這個道上兄弟 道上大哥 就覺得人家是壞人啊 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因為道義有道 我說了嘛 你看現在館長 這個館長自己本身呢 也曾經在這個道上混過 所以呢為什麼這樣講啊 因為呢其實只要你自己本身 對這個社會有幫助 很多人都認為自己是對社會有幫助 所以呢 英雄不論出身低 我們很多的這個黑道幫派啊 以前現在 以前現在的道上兄弟呢 那麼現在穿鞋子 黑白痰黑白痴 黑白給我們穿 以前不能這樣子 你知道嗎 以前混黑道 早晚要五千公尺耶 如果你現在跟人家講說 加入本幫早晚要跑五千公尺 大概沒有人來報名了 你知道嗎 那以前是真的要去集訓耶 集訓了以後還有些會安排 你看還有有些還安排 你自己本身那麼為主 舉這個竹聯班為例 堂主出去要有三個人跟 幹嘛一個死事 死事就是我用我的身體擋 你知道嗎 我必須是武術高手 為什麼擋 人家來的時候我一個人就擋 幹嘛 讓另外兩個帶著老大趕快跑 你知道嗎 第二個必要的時候就狙擊 留下來最後一個帶著老大走 以前要這個樣子訓練的 那這一位的黑道大哥呢 自己本身啊 他很喜歡武術 然後呢武術我跟他認識 大概有快要一二十年的時間 他其實不是那種非常高大的 非常快大的 但是他很喜歡武術 很喜歡武術了以後呢 就鑽研在武術裡面 不過他還是道上大哥 所以他還是必須要應酬啦 喝酒啦 幹什麼啦 還是一大堆 所以後來有一個機會啊 那麼因為他常常在武術上面 非常厲害 我常看著他 真的是武術高手啊 最後有一個機會 我們的相關過去 我一直在強調過去的警察單位 要各式各樣的武術 要學習 你知道嗎 要學打 我們的警察以前有 警察大學的前身叫警官學校 還有我們包括 我們所謂的警察專科學校嘛 結果他就到那個警察單位裡面呢 去專門去訓練 而且他訓練的都是有效的 你知道嗎 什麼叫有效的 我們在部隊裡面學 那麼單單學勤拿術就好了 我舉最簡單的勤拿 勤拿就是壓碗抬軸 第一招都是壓碗抬軸 但是呢壓你的碗抬你的軸 然後把對方給制服啊 我個人學到了勤拿的兩個教官 一個教我們直接就跟對方幹 你知道嗎 另外一個教我們要這樣 要投降 視若 兩個教官叫的都不一樣 那所以呢 你要教的這些包括近身搏鬥 或者是近身如何制服對方 你就是要去學那個很短的角色 不跟對方在那邊纏鬥 然後就可以把他制服 他教的都是這種比較實用的 所以呢 教了以後呢 他去教以後 博碩好評啊 不過後來也是因為他的色彩 你知道嗎 也是因為他幫派色彩的大哥 所以教了一年 教了一年以後呢 就沒再教了 非常可惜 然後這位大哥呢 後來啊 那麼台灣的很多幫派大哥呢 有時候都是這個 穿西裝打領帶的 很那個嘛 結果呢 他因為有武術底子 所以呢 有一次啊 那麼在酒店的包廂裡面喝酒 來自於基隆的一個 天道某一個大哥不知道 那來了以後就說 哎呦 有一位某某的這個大哥對不對 他是另外外省掛的幫派的老大 大哥在這個地方 那就進來敬酒嘛 敬酒以後就喝酒啊 喝酒以後就點了一首歌 他點了一首歌 他點了一首歌 各位 這位大哥是竹聯邦的 他在竹聯邦大哥的包廂裡面 點了一首 血染的風采 各位你們可能不知道 血染的風采是什麼 四海幫的幫歌 你知道嗎 結果一開始唱了以後 馬上就 砰的就打下去了 總共聽說防了一百多針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你不可以在竹聯邦的場子裡面 去點四海幫 所以只要唱你是我兄弟就好了 不能不能 他們因為兩邊很好玩 兩邊當年是四籌 然後天道某又是為了這個 當時對抗竹聯邦起來的 但是雖然表面上 大家喝酒敬酒都是OK的 但絕對不能換了大忌諱 在這個場子 去點那個敵對 以前敵對幫派的這個邦哥 就被打得稀哩花啦的 好我們看武術 一定要教學鄉長的嗎 有大哥來教警官們 怎麼樣做實用性的武術 然後也有大哥 特別從泰國禮聘高手來教 對我要講的這個是在台北 是士林北投有一個組織 那裡面這個組織 其實也是算很有名 他們的人在士林北投 人也是非常的多 小弟也很眾多 但是很特別的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組織的這個頭的這個大哥 有沒有他身邊的一些小弟 每個都會功夫 也不是要說功夫 可能就會有一些搏擊的搏擊上 就晉升搏擊 或者是還有一個更厲害 他會泰拳 那後來他就是有接到一個案件 這個案件那時候 就是算一打成名 他接到這個案件就是什麼 兄弟不是只會打打殺殺 兄弟也可以幹當保鏢的事情 這個上市公司的老闆 那時候跟這個大哥講說 跟他說他因為卡到一點事情 所以說跟他講說 你能不能一天有沒有 都派十幾個人來保護我 但是沒關係 你就只要跟我報好人數 我一個月我會付 四萬塊的薪水給你 而且一個人頭就是四萬 六日不用上班 早上你就是叫這十幾個 固定在家裡接我 接完我以後然後陪我去公司 陪我公司完以後 看完股票看到在下午一兩點的時候 再陪我去銀行 那如果沒有事情 你的年輕人就可以走了 一個月雖然有四萬塊 這個薪水感覺好像不錯 但是有的人 大家都在做壞事 不一定欠到四萬塊嘛 所以他當下就跟他講說 那十個人給他用 所以他就叫十個小弟有沒有 去保護這個老闆 那第一個禮拜第二禮拜 每天都是十個固定去保護他 大家就是手機拿起來 在那邊玩對話 就是那個交友軟體 不然就是打手遊 所以後來到第三個禮拜以後 有的人開始就不會每天十個過去 就減少可能變成八個七個 後來減少到有一天變六個 那就是那一天剩下六個的時候 結果那一天就是剛好好死不死 那一天就出事情了 他們一樣就是早上再陪這個老闆 就是從家裡陪他去公司看盤 看完盤以後後來去銀行 去完銀行以後又回來公司 然後等著收盤以後 然後收盤就是他們就知道說 準備又要下班了嘛 那就是下去地下室開兩台車 就正要往斜 不過開出去停車場的時候 門口要出去的時候 突然炸門一打開 佔了二十幾個人 不得了 這時候那個老闆直接講了一句話 因為他也知道說 今天來的人比較少只有六個 老闆竟然講一句話說 往前衝 直接轉過去不要停 那其實他應該自己知道說 人家是來找茬的 那當下這些年輕人 是來保護老闆的嘛 他們會覺得說 有什麼事情是不能好好講的 幹嘛要這樣開車 前面都是人的 你叫我開車 要把人弄的時候 你是要扶一下 管的是我在管的 你叫我開車給他們弄 所以他就把車開上去 然後就停在旁邊 然後他就跟那個董事長講 就是這個老闆說 你在車上等我沒關係 然後他們就六個人就下車 然後就跟他們講 那因為大家都在混 當然大家都還是會有認識的 共同的朋友嘛 下車就會知道說 你是誰 你是誰 你是什麼公司 那他們大家就彼此下來就是說 今天老闆說 叫我交代 一定我要把你們這個董事長帶走 對 不然我今天我是不會讓你們離開 那當下這六個人 他們也是有大哥啊 他就說 我不可能讓你們把老闆帶走 不可能是行 不然你把我們這裡打死 後來大家因為彼此也有熟 所以後來在那邊你一句 我一句 其實車上都有東西喔 車上應該大用小用 都有好幾隻 但是因為有熟 也不會說把東西拿起來開 當下就在那邊三炮兩炮三炮兩炮完以後 就直接就打起來了 惠民 為什麼我會說他們那一戰成名 他們六個人 他們大約站了 應該來當下在圍住那個停車場的門口 大約將近十七八個 喜東三散啊 那他們有在學功夫的這些有沒有 有在學健身搏擊的這些 大概都是中壯年 都大概在三十幾歲 三十幾歲要打十六七歲 其實有學過一點功夫 應該是不太困難 所以他們很快的就把他打發 那但是後來道上的兄弟 越來越多 一直來找麻煩 甚至這個董事長跟他講說 薪水可以再加 一個月四萬不夠沒關係 可以加到七萬 麻煩人手多拍一點給我 那後來人 後來人家已經不接這個案件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原來這個董事長 他是兩岸三地的一個跨國集團 吸金了三十億 目前很多兄弟都在找他 也很多財團在找他 所以他才必須要聘請 這麼多兄弟的保鏢來保護他 所以後來人家也沒有再去接這個案件 就讓他自己去面對自己處理 所以不接的原因不是因為錢的問題 是因為他的麻煩太多 是因為他太多兄弟 已經要懸賞要找他了 你有辦法攔下一次 你有辦法攔下竹聯邦 擋下四海邦 擋下天道謀 你有辦法擋下這麼多人嗎 不可能嘛 你早晚是會燒到自己 好講到這個陳教官也有經驗 而且他說你當保鏢不是說會武術就好了 也要特別好對不對 是的 像當保鏢的話 不管是你是台前 柔道格鬥或是金融武術 或者是太前什麼 你這些武術要加起來 放在你的身上 你要當下要去應用 是有他的困難性 因為太多你會想太多 但是你要接受過這種保鏢的信念的話 就是剛才講的 你要有一個致命的預警 因為保鏢不是在現場跟人家打鬥的 他是把老闆帶來現場 因為有時候老闆 他底下一個人有成千三萬的這個員工 如果說我們老闆被人家劫持了 他馬上的採訪馬上歸零 因為不要說黑道都是都是都是滿夫 他們你帶到小房間裡面 你小房間裡面都是都是律師 一出來你劫持東西就你的 財產的人就歸零 這很恐怖的 所以老闆 你無論你是當老闆的保鏢的話 你一定就是到房間 你就是要把它拉出來 不能說有這個 在裡面把它一千字 一千字就完蛋 像有一次我在年輕的時候 就跟一個老闆 到地下室 就是地下室 地下室因為那時候有 有保鏢的概念 一下子地下室我就看 門是要上 開幾道鎖 是幾道門 然後呢 要鎖頭是往右邊還是向左邊 樓梯要左幾個 你到達那個什麼 到達那個開會的地點是幾公尺 當下我們在談 就是老闆跟老闆談判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對方的老闆 一下子背嘴就講 砰 我當下我就知道 這應該是暗號 為什麼 直覺 我那一下我就把老闆帶到 往那個那個唯一的出口 帶走 然後我後面就 就就我這邊這個 警察隊還有一刀 還有一刀 又被砍到 天啊 我有踢往後踢 你護著老闆出去的時候 你家刀子就就來 就砍你的脖子了 很快 很快一下 因為我要把老闆 一定要把他推到那個門口 門口去 因為我就看到很多那個黑影 就是從隔壁房間 就跳出來 刀子就亮亮的 就過來了 我就趕快把老闆帶走 如果我那時候 我也進去 如果說沒有好好思考的時候 我這樣應該是 要怎麼樣把門打開的話 我可能那天 可能就被鎖在裡頭 等於你的基本動作是先熟悉地形 對因為我們 然後選擇逃生的通道 對 你當保鏢 第一個就是你到一個地方 結果你那個商養了多久啊 蛤 你那個商養了多久 應該很快吧 因為我們這個 那叫壯丁嘛 壯丁算 逢個節省 提出肉應的 還好 其實老闆都不知道我們有 幫他賣過這種命的 真的嗎 不知道 你就搜他出去 他不知道你受傷 因為他們 我們把他推到往前推 他就安全就好了 他在那個當下 那個老闆就驚慌失措了 像我們在練武術 都不同的項目 就有不同的對手吧 比方說我們棒球 我們就不要輸日本 不要輸韓國 我們台灣的散打搏擊 最接近我們的對手 而且我們最不想輸的是 哪一個國家 基本上 現在國際的國際的競賽 不管是散打或泰拳 也都競爭得很激烈 那當然有贏有輸 那我們比較 比方說我們 我們一般的亞洲國家 當然比較不喜歡說 跟泰國的打 連散打也是嗎 這個散打的話 就比較不喜歡跟這個大陸啊 或伊朗的 為什麼 他們的技術跟體能 他們比較專業啊 然後泰拳當然是泰國 比較強嘛 對不對 但是像中東 像烏茲別克啊 哈薩克啊 那些都蠻恐怖的 速度都很快 那我們台灣現在 散打跟泰拳 是大概排行亞洲地基 我們目前就是我們 我曾經帶的散打錦標賽 我曾經在世界錦標賽 跟亞洲錦標賽 都拿過金牌 那厲害啊 我帶的選手啊 那至於這個泰拳呢 也曾經帶選手啊 拿過世界錦標賽 七零組的女子組的金牌 然後這個亞洲錦標賽 也有拿過金牌 女孩子拿了泰拳金牌之後 以後就是走教練之路就對了 但我們還不錯 他們現在目前 目前我們這個項目呢 目前在市場已經開始夯了 所以我們有很多選手 現在也在市場上做這個推廣 我們逐漸把這個調整為趣味性 調整為防身性 運動性 就好像在健身房 打那個流汗的 有分很多種的Label 包括 你也可以來參加 可以試一次喔 可以啊 可以 考驗的小孩也笑翻了 船外大家幫忙喊加油 但是超考驗反應的遊戲 讓民眾直呼真的好難 達人現身交道訣竅 余光先掃到兩側 準確把軟棒接住 彷彿看表演一樣 讓圍觀的民眾看傻了 夜市互動遊戲推陳出新考驗反應能力 搶攻國旅人氣 踩著鞋坡上樓去 接著放眼望去 揭開神秘倉庫爆倉的是 古董老機車 儘管有些車卡了一層灰 不過這看起來更有老車的feel 這些古董車的主人就是他 賴文露 賴文露不只是技師 更是古董機車的收藏家 古董機車收藏第二代賴婉玉 坐上這台杜卡蒂 不陌生也沒有違和感 這是日本進口有流線造型的重型機車 在一片古董車牌裡 還只是年輕的而已 時光倒轉 1975年的BMW重機 粉絲絕對能一眼看出 這台車有咖啡風 它的價值等於一桶金 不過再老一點 當年英國製造飛彈大炮的工廠生 產這台就有紅色重機 此刻已絕版 價格更高要150萬 從當年進口機車 每次都挑選幾步來珍藏 到後來收藏數量達到爆倉等級 有年紀的古董車們 數量多到讓收藏家能如數家珍 加入九層塔 辣椒 蒜爆香 大火快炒 要把鴨骨架 重口味被拼烤鴨端上桌 超開尾 基隆這家烤鴨店 以高CP值烤鴨料理 吸引不少聞香客 不只沾糖吃 還可以沾米醬 店家推出五種吃法 讓你一隻鴨 可以擁有多重享受 依然一家飯店 也以烤鴨出了名 主打桌邊服務 師傅上演片鴨秀 還有日式的烤鴨握壽司 口感豐富 讓人一口接一口 門口排隊人潮滿滿 高雄這間烤鴨店 也是主打高CP值 夾肉的餅皮 使用手工麵糰烤製而成 一入口有陣陣香氣 南北東人氣烤鴨店 各自拼忍氣 鐵板上滋滋作響的肉排香味似意 切開的那一秒鐘 軟嫩的肉質還帶著肉汁 不柴不甘 老闆說這就是溫體豬 台灣豬的最大優勢 台灣豬肉有多嫩 南投這用獨家秘方 滷到入味的控肉 筷子一夾 吸飽滷汁的豬皮 彈了一下就斷了 但滷得久 肉質卻沒有影響 豬肉最著名的料理 還有豬腳 要吃來彈牙滋味族 業者堅持有品質的選擇 聽到美國豬肉要開放進口 業者靜觀其變 不想拿自家的招牌開玩笑 維持商譽的考量之下 台灣豬還是他們目前第一名的選擇 木炭爐子上面一條條香腸和米腸 烤得香氣四溢 老闆還幫你加醬料 蒜頭和菜脯 這樣一組賣你多少錢 看看攤子上的價格 香腸一條10塊錢 米腸一條也10塊錢 米腸的長度大約14公分左右 而這樣一組20元的大腸小腸 在南部不算少見 但是有不少人好奇 老闆有賺嗎 賣10元賺2元 那也就是成本才8塊錢 批發商在網路上公告價格 米腸和香腸一條都是8塊錢 賣到攤販的手裡 如果一組只賺4塊 一天要賣到250組才有1000塊 這樣的價格 越往北走越難看到 難怪有不少北部人 看到一組20元的米腸大腸 會感超貢心 日本關東地區北部 7月上旬開始 路族傳輸有怪到潛入 養殖戶的豬食和牛舍 偷走小豬和小牛 受害的養殖戶 大多是群馬縣的養殖戶 根據當地養殖協會表示 嫌犯疑似是以2到3人為單位 鎖定防範較為鬆散的 檢疫養殖所 利用深夜時分先破壞炸門 日本警方也認為 嫌犯基本很可能 熟知黑市交易 有管道私下販賣的紅肉品 所以才會偷走小豬小牛 借此獲利